吴磊暗示刘队,美团,CEO,吐槽国足,这两件事有何联系? 最近一段时间,中国球迷关注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即将开始的中超联赛身上。 不过,近期发生的两件事,却给热盼中超开赛的球迷们泼了两盆冷水。 一件是吴磊所在的西班牙人队从西甲匠至西乙,一件是美团网,CEO,王兴在网络上吐槽。 中国男足跑不过清华普通男生,这两件看似并无关联的事件,其实都指向了一个事实。 那就是中国足球目前仍处于低谷,且尚无明显的复苏迹象。 董方卓还向王兴提出挑战,要比试一下,十二,分钟跑。 如果董方卓输了,他愿意做一星期美团骑手送外卖。 如果王兴输了,董方卓希望王兴到自己的足球下令营当一天赢员。 这不是王兴第一次嘲讽国族了。 去年,十一,越式玉赛国族输给叙利亚的比赛后,王兴就曾在一天之内多次吐槽国族。